第一次要清洗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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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男子倒在地上 臉上滿失血跡 救護人員蹲在一旁 為他插上呼吸器 緊急對他做CPR 地上則是布滿著男子的血跡 事故現場一片混亂 機車的零件碎裂散落一地 另一頭 另外一名身穿深色上衣的男子 倒在路中 救護人員立刻將他抬上單架 把身體固定好後 推上救護車 送往醫院急救 現場的情況相當危急 他們是雙載的 他們騎差不多100出頭 對方差不多開110至120左右 把他們兩個撞下去 這起車禍事故 就發生在21號下午 宜蘭兩名15歲的少年 騎乘一輛機車準備去接女友 但行經三星鄉上降路 與大一路口時 因為車速過快 路口又沒有紅綠燈 高速撞上一輛小客車 強大的撞擊力道 將兩名少年 直接撞飛到路邊 救護人員到場後 立刻將兩人送醫急救 並聯絡家屬 但兩人到院時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少年的父親趕到醫院 聽到這樣的消息 完全不敢相信 當場崩潰痛哭 他到院的時候 已經沒有生命真相了 看起來外觀是頭部有外傷 手腳都有多處補責 那經過了我們半個小時 急救也都沒有回用 主要是傷在頭部 不過手腳都有斷掉 根據警方的出部調查 兩名少年是好朋友 約好一起去接女友 但兩人無照又高速駕駛 另一輛轎車車速也過快 才會發生車禍事故 而遠景也調閱行車記錄器 全力追查車禍的主因 記者林醫生宋喬一 宜蘭報導